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闻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成就表示 北韩成功研发可由导弹、弹导导弹携带的机密化小型核弹头 官方朝中社就报道 有关核弹头由北韩自行研发 已经微型化至适合安装在弹导导弹上 报道指出,金正恩日前会见一批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时就表示 北韩成功实现核弹头小型化、标准化以及系列化 便于弹道火箭携带,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之力 金正恩又说,动用核武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不是美国的专利 警告如果美国用核武威胁北韩的安全 北韩会率先做出攻击 他就强调不断发展核武技术才是阻止核战争爆发的最适当 以及最可靠的途径 南韩统一部就发言人指出 北韩在2006年进行第一次的核市 从时间和各种情况来看 相信北韩具备一定程度的核武小型化的相关技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下团时 妙语连珠的来比喻经济 他到福建团时就说福是建出来的 而到重庆团的时候就指重庆发展和重庆火锅斑火 比喻十分旺畅 中国研究专家马天影就指出 李克强高度的赞扬重庆 是显示重庆在经历薄熙来和朱永康等人落马之后 重新获得了领导肯定的地位 马天影又表示 李克强在今次下团时代的人反应对每个地区各有侧重 如重庆团带上交通部长杨传唐和发改委的主任徐昭时等人 预示重庆将会成为中心部的核心城市 带动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发展 而李克强下福建团时就带上了文化部长以及文求主任来等等 来预示着临近台湾的福建将会用作对台进行宣传 美国共和以及民主两党继续是举行了总统的提名初选 美国传媒的票站调查就显示 共和党的特朗普在密歇根和密西西比州是胜出 而民主党的希拉里暂时赢得密西西比州的初选 密歇根州的票站一早就开放让选民进行投票 密歇根州是大票仓 民主党的参选人希拉里和桑德斯会争夺这里的130张的党代表票 民主党这日只有密歇根和密西西比是进行初选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票站调查就显示 希拉里在密西西比州已超过八成的特票是击败了桑德斯 共和党就在密歇根、密西西比、艾达河州 以及夏威夷市举行了初选 和共有150张的党代表票 票站调查就显示 在共和党的初选当中 一直领先的普朗普已经在密歇根和密西西比州是已经胜出 印度、尼西亚部分的地区是出现了罕见的天文现象日全时 吸引了数以十万计国内外的流客式进行观赏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的巨岛 不少天文爱好者一早就到达海边时占据了游历位置 观赏这个难得一遇的天文现象 印度、尼西亚是观赏今次日全时的最佳地区 可以看到日全时的范围是横跨全国的其中12个省份 整个日时的过程是历时约为3小时 至于日全时持续的时间则似乎不同的位置 持续1至4分钟左右 当局就估计有数以十万计的来自国内以及国外的游客 是远当而来欣赏这个天文奇观 而至于澳洲、夏威夷以及香港和台湾等部分东南亚地区 民众就可以看到日偏时 上一次的日全时是在去年3月与北极附近地区出现 美国太空总署就估计下一次的日全时 会在明年的8月于北美洲出现 而亚洲地区的民众预计至少要再等数年 才可以再有机会一睹日全时的风采 再来回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公立医院使用率是持续的高企 伊丽莎博医院急诊室是贴出了通告 指内科病房爆满程度是达到严峻的状况 入院等候时间平均是超过10小时 伊丽莎白医院内科病床 星期二的使用率是达到130% 是公立急诊医院中的最高 其余大部分的公立急诊医院内科病房 使用率也都超过了100% 食物以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 在巡视伊丽莎白医院之后就表示 目前挤迫的情况不是单纯因为流感高峰期 而是低温诱发了长期病患 相信严峻的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 关注完了药文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天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跌15点 是暴在19,996点 国际指数跌63点 是暴在8,441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呈现涨跌互线的状况 首先来关注涨幅榜方面 国泰航空涨4.9% 领涨蓝筹 汇丰控股涨1.9% 中国海外发展涨1.8% 太股A涨1.7% 再来看跌幅榜方面 中国旺旺跌4.7%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中信股份跌4.2% 中海油跌2.4% 中国石油跌2.4% 欧洲央行明日议息 路透社的调查就显示 65位受访分析员当中 由61位均预计 欧洲央行将会进一步的下调 存款复利率至少10点资 恒生投资首席分析员就相信 欧洲央行将一如市场所料 将存款利率率由负的0.3厘 是减低至负的0.4厘 但实际作用并不太大 另外市场也普遍预计 欧洲央行将会将每月买债的规模 由600亿欧元时增加至700亿欧元 或再延长买债计划 不过他就认为 欧洲央行未必会再扩大买债额度 因为欧洲的经济不是太差 失业率是阻步下降 贸易的盈余庞大 制造业数据也没有跌至收缩水平 无需要加大降量宽的力度 内地商品价格是持续的下滑 隔晚内地的商品业势是出现了震荡 就包括煤焦炭以及利青等在内的六种商品期货跌停 今早开始之后仍未止跌 利青 涅以及稀等期货合约是再度跌停 其他的多种商品跌幅均超过3% 有分析就认为 最近内地商品价格是极深 主要是春节后市场炒作供给侧改革概念 但业内人士就认为 商品市场仍然是缺乏基本面 后市是难以用乐观的方法来看待 至于国际油价格晚大跌之后 在今早亚洲交易时段变动不大 高盛就发表报告指出 至油价的升势不会持续 纽约汽油短期将于每桶20美元至40美元进行上落 高盛就认为 只有低的油价才可以限制油期供应 九龙仓集团去年是少赚了55%至160.24亿元 第二次的中期股息为1.35元 期内就扣除了投资物业重估的核心存力增长 5%至110亿元 略低于市场预期 九仓就表示 虽然市况欠佳令香港投资物业收入增长放缓 但期内海港城营业盈利增长6%至于74亿元 营售部分出租率是接近100% 海港城的写字楼是继续租金增长9% 另外虽然去年时代广场有部分零售楼面 是暂时关闭翻新 但营业的盈利仍然是增长3% 内地物业投资盈利是增长25% 其中商场的业绩是远远超过预期 而截至去年底止 九仓的负债进额是降至472亿元 负债进额与权益的比率是下跌4个百分点至19% 国泰航空的主席史乐山在业绩报告当中就表示 去年集团经营环境较前年有所好转 但仍然是面对各项的重大挑战 预期今年这些挑战将会延续 集团又指出 区内的其他航空公司带来的激烈竞争 汇率变动 头等以及商务客舱需求疲弱 均对乘客收益率是构成一定的压力 但整体客运需求仍然是比较殷切 而业内可载货量是过剩 将为货预需求是带来不利的影响 集团就预计将会继续受贿于低油价 又预期旗下附属以及联署公司表现会继续良好 集团将继续投资在飞机以及产品方面 以及发展航线的相关网络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1摄氏度左右 多云有骤雨以及几阵狂风暴雨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